每当夏季的时候 秀林乡水源部落的沙坡荡溪 往往会有许多人来这边吸水 不过每当有豪大雨的时候 溪中的道路瞬间就会被水淹没 一个不小心游客就可能会被水冲走 而目前圆明会主委来到水源部落 秀林乡长王玫瑰 秀林乡代表邱惠英 还有水源村长 特地向主委陈情反映 在秀林乡当王玫瑰 秀林乡代表邱惠英 所远村长红玫瑰的诚情反应之下 来说明沙坡荡溪 这几年来造成的意外情势发生 希望圆明会主委 以将把路能够加以重视这里的安全问题 人都被挡在那边 我没有办法回家 所以我说这个路就不知道 这每一改善都要重置很多区 每次去水报长 我们那时候每次上新闻 也说就是一年会死人 会死的会有意外的 就是在这一条路 游客就是后来这边玩 每次我们都要去做这个管制 而且这边又不能管制 变成我们都 而且这边通讯设备也不足 没有信号用电话联络 对 这没有信号 没有 只要下大雨 我们就会主动我们的行手队面 就会自己就来寻 开始在那边看雨一人 因为像我们原住民有没有 比如说像有一点水 我们还可以测水 就平常来游玩的游客 没办法走啊 随便走一下可能就被冲走 很多人上去那个玩水 那天我就把他们都去 全部都放在那边 不要下来 都没有入住 只有两小时而已哦 两小时大雨 雨就这么大 休息一下 我们可以表示 水源部落从4月中 一直到10月份的秋季 是游客和苏西爱好者的天堂 不过森林里面常常会下起雨来 如果遇到好大雨的时候 就会变成溪水暴涨 西中的道路就会被水所淹没 如果道路上有人 一定会被水冲走 往往造成遗憾的寝室发生 希望透过这次园民会的诚勤 协助匈文乡公所和水源部落 来建高道路的路面 让大家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可以走 记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